如果我要问你,你最害怕的事是什么? 是人活着钱没了,还是人死了,钱没花了? 想必大家的回答都不尽相同, 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一辈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坎坷经历。 有的人会因为没钱,没房,而苦苦挣扎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。 有的人也许会因为亲人得了一场重病,而害怕无法医治。 但是,不管是物质财富也好,还是精神寄托也罢, 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面前,都显得一文不值。 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聊死亡之后的世界。 提到死亡,想必每一个人都会心惊胆战, 不只是自己的生命, 哪怕是在夜晚自己走在没有人的漆黑道路上, 都会感到莫名的无助。 灵魂和死亡,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在灵异界最容易提起到的话题。 人死了之后到底去了哪里,我们不知道, 因为没有一个死去的人从另外一个世界给我们带回任何消息。 至于为什么到目前为止, 人类依然相信灵魂的存在, 我相信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对去世亲人的思念。 今天,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解真实发生过的事件, 以及科学家对人类灵魂做过的科学探索。 也许曾经给过你温暖的亲人, 在另外一个世界,他们会过得很好。 那么人死了之后,到底去了哪里? 听到这个问题以后, 想必每一位观众心里都会产生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答案, 那就是灵魂。 作为无神论者的我们, 自然也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。 毕竟这些灵魂出现的现象, 在科学界看来, 所证明出来的结果, 它们都是不存在的。 有时候也许会因为磁场、脑电波等形式, 或者心理因素的影响, 产生灵魂附体的场景。 爱因斯坦曾推断, 灵魂是以脑电波的形式出现的, 当一个人的大脑被死去人的脑电波进行干扰的时候, 就会出现幻觉, 或者在这个人身上出现类似于去世人的习惯、 动作以及其他方面的特征, 这就是所谓的灵魂附体。 那么遇到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, 是不是就意味着去世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这个世界, 而是到达了另外一个维度, 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。 生老病死是世界万物离不开的自然规律, 相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来说, 死亡显得极其神秘。 在医学界, 心脏跳动是定义人死亡的唯一标准。 但是在近几年科学家研究发现, 心脏停止跳动, 其实人并非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死亡状态。 因为此时的人或者其他动物的大脑意识, 其实并没有消散。 言外之意, 他们的思想依然存在, 但是具体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, 思想状态可以维持多久, 到现在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。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死亡? 如果从医学界的角度来分析的话, 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死亡的状态? 或者是否应该延长抢救的时间? 罗伯特·兰萨他是安史泰莱再生医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官, 以及全球再生医学的重要负责人, 曾出现在时代杂志, 被评为2014年全球百大影响人物之一。 他也是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。 兰萨提出, 在人死亡之后并不会立刻消散。 这部分不会消散的物质会以20瓦的能量形式出现在宇宙。 即使在不久的将来, 肉体腐烂解体, 这种能量依然还会存在。 与他对立派的科学家提出, 这种能量即使存在的话也会逐渐地消失减弱。 但兰萨认为, 根据宇宙中的能量守恒定律, 这种物质是不会消散的, 它们不生不灭。 但至于是否会到达另外一个世界, 或者另外一个维度, 目前科学界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其真实性。 在此之后, 兰萨一共撰写了30多本书籍, 并发表多篇论文, 缠明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生物中心论的观点。 书中提到, 多元世界和多元宇宙类似于平行宇宙的假说, 在其他的维度世界中,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 而在这些多元的世界当中, 死亡也许并非真实存在。 如果正如科学界所提出的人死后, 灵魂依然可以在宇宙中。 那么从神话界的角度来分析的话, 在它们所处的空间中, 会不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, 来处理这些刚到达它们那个维度的灵魂, 包括检测、管理、分类等等一些闲杂琐事。 如果这样说的话, 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事实, 那就是在世界万物中, 不光是人类是有生命的, 其他各个物种, 每一个群体都有生命,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, 它们死后同样也有一种不明的能量存在。 我们且不说在地球之外的世界, 是否有外星生命存在, 也不考虑它们是否会生老病死。 就拿地球这么一个庞大的生物圈来说, 最大的生物群体并不是人类, 它们有可能是蟑螂、蚂蚁、 老鼠或者其他鸟类, 这些生命的繁殖能力, 要远远超于人类。 在神话界里认为, 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, 当然, 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, 依然是由人来主宰万物之灵。 这么一分析的话, 如此庞大的机构应该是不存在的。 即使存在, 那得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机构。 因此, 只能当作是一种假想存在的神话故事而已。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收留机构存在的话, 另外一个问题也会迎之而来。 我们且不说人类, 就拿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来说, 自地球诞生以来, 生命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, 已经长达数亿年之久。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, 所诞生的灵魂或者其他能量, 又会有多少呢? 会不会布满整个宇宙中, 或者地球整个大气层之内? 也或者是, 这些能量对于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物质来说, 它的能量可以忽略不计。 所以, 灵魂堆积理论,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。 2016年, 华盛顿大学彼得诺布尔和他的团队, 开发了一项新的基因活性测试技术。 他们用刚刚死去的斑马鱼组织进行实验。 本来最初预期的结果是细胞活性会随着死亡而逐渐地下降, 新的基因复制也会慢慢地衰退。 但是所观察到的结果却和他们最初预测的恰恰相反。 在这些进行实验的组织中, 大约1%的基因竟然奇迹般地复苏, 并且这些复苏的基因, 他们好像正在试图建造某些东西。 整个团队的成员都以为是他们的仪器出现了错误。 最后在诺布尔的带领下, 他们又少来几只斑马鱼和多只小白鼠再次进行实验观察对比。 但是,在观察之后却再次出现同样的结果。 最后他们发现, 在生物体死亡之后, 部分沉睡的基因会突然苏醒并且活跃起来。 他们有的可以存活高达数十天之久。 过了不久之后, 他们的结果很快得到了其他团队的证实。 在巴塞罗那的一个研究团队中, 同样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出现。 但是, 这次实验并不是用动物来进行的, 而是直接用刚死亡之后不久的人类进行测试。 这些苏醒过来的基因也包括人类的免疫基因。 另外,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 发育基因同样也参与其中。 并且存活的时间要远超于其他苏醒过来的基因。 所谓发育基因就是在人的生命最初的时刻指导细胞形成胚胎的基因。 一旦胚胎形成之后, 它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 而被抑制活跃, 进入到睡眠状态, 因为此时此刻已经不再需要它了。 科学家猜测, 在人死后不久会出现这种状态, 也许是因为人死后, 人体内部的环境和早期发育基因所处的环境极其相似所导致的。 因此, 发育基因重新登场, 想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挽救去世人的性命。 但是, 它即便是有这种想法, 但是也没有能力来完成它想要做成的事情。 最后, 也只能一起随着本体而消亡。 因为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物, 人的生命诞生的整个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, 必须要怀胎十月, 并且在特定的环境中, 特定的营养下, 才可以逐渐成长起来。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疑问, 如果将刚死去的人的发育基因提取出来, 注入到特定的女性最适合的环境体内, 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, 会不会逐渐地生长出一位与刚死去的人, 外貌特征和大脑记忆高度相似的本体呢? 并且, 慢慢地从幼年长到成年, 再一次经历人生的轮回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, 科学性还是要高于神话领域的六道轮回。 因为这种假设也并非人类凭空想象, 而是真实发生在灯塔水母的身上。 它被称作是永生水母。 当这些水母处于极度饥饿, 或者快要死亡的时候, 它们的触角会分离脱落, 也就是进入到胚胎发育的时期, 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, 逐渐地再次发育成水母。 这样也就意味着, 它们可以永生地轮回生存下去, 除非它们被更高一级的生物一口吞掉, 直到被消化吸收。 人类也极有可能和它们类似。 当然, 这些还没有实现的科学技术, 只能交给科学家来逐渐地探索。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, 我们人类也可以像水母一样, 死亡之后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 相信大家一定听到过灵魂21克的实验, 以及许多有关濒临死亡的体验案例。 在这里,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了。 如果大家对此类话题感兴趣的话, 可以私信于我, 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, 我会不定期更新此类视频。 并且给大家发送消息, 死亡与灵魂, 正如我们在视频开头所提到的。 人死了之后去了哪里, 我们不知道, 因为没有一个死去的人, 从另外一个世界, 给我们带回任何消息。 至于为什么到目前为止, 人类依然相信灵魂的存在, 我相信更大一部分原因, 还是因为对去世亲人的思念。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维度, 可以收留他们, 我们希望他们一切安好。 在另外一个世界, 活得更幸福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会。